現在大家應該看到的就是來自自由亞洲電台 它的標題說中國發表了中國的民主白皮書 它就說是尷尬與諷刺不斷 我覺得它裏面說的東西真的是尷尬與諷刺不斷 而絕不是中國的民主有什麼尷尬和諷刺 我主要想跟它看這段 它就說民主的諷刺,憲法日的尷尬 到底是什麼呢? 它就說白皮書在論證中國民主時 強調中國普遍實行領導幹部任期制 這個當然是對的 我們知道中國的領導幹部是五年一任的 通常可以兩個年任,即是做十年 但這個不是一定的,因為我們可以比任期拖更加一場 例子我們在世界上也見過不少的國家領導人 是做了非常之久的,譬如德國的總理 或者是俄羅斯的普京等等 這個任期長短,這不是跟民主席有什麼特別大關係 他就說,但是三年前中國政府修改憲法 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的限期 中國的憲法改了很多次 在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的國家主席的任期是無限制的 之後就改了限制兩任之間 現在再改到沒有一個限制 這是中國的事 然後他說 他說,旅歐的歐洲青年觀察家王興文認為 他認為什麼呢 這樣白皮書顯得諷刺意味 其實諷刺意味就是 到底人民可不可以達到他所說的東西 現在他說了一大堆東西,他認為要這樣才行 我認為習近平通過修改憲法 也已經像消除任期限制 反映可以終身制 消除任期限制不等於終身制 這個搞得很清楚 在我剛才說了 很多國家也有非常長的任期領導人 最重要的那一句,我想在這裡 他說,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的研究生 中心政治學的教授夏明 認為這種所謂的全過程民主 並不符合民主的本意 民主是什麼呢? 人人都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看看他的定義是什麼 他說,民主最根本一點 就是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那麼 到底中國民主是否開放體系呢? 絕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人民是有參與選舉的 只是選舉的那些候選人 是一些地區性的候選人 原因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這些候選人 在地區上要得到當地民眾的認識 所以我們不是說選一些 那些人民根本不認識的人 我們說是選一些 在那個地區有工作的經驗 以及顯示到有能力的人才會被選 而由這個開始之後 以後的每一級的選舉 就是由這些代表繼續選上去 這個整個系統是開放的 當然要進入這個系統 需要很長時間的工作經驗 以及你來證實 你由能力領導國家 這一點和西方就非常不同 他們說阿朱、阿九也好 只要有人支持 拿些錢出來 就可以參加最高領導的選舉 選舉出來之後 試龍試蛇 沒有人知道 祝大家好運了 但中國的體系不是這樣 中國就是你沒有能力 你根本沒有機會 去到最高層次 是每一級級的上去 這個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從開放形式來說 我要很久才能進入到 最頂尖的系統裡面 但這個正正就是中國的強處 他說他 他就是民主 是為了公共的目的 這個同意 大家都是為了人民好 亦就是 公平 公平的意思是 人人有機會參加政治體制 這是對的 中國參加政治體制的框 那個門家 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低的 在美國 你不能一億聲的人資助 不是人 一億聲的 銀子資助 你都很難 有機會跨得盡這個門檻 但是在中國 不需要有這麼大的金錢 你就可以參與民主選舉 正義 是不是正義呢 這不是外國人說到算 應該是由中國人說到才算 中國人是覺得現在中國行境的政府是非常正義的 否則的話 他們的金賴迪的 Edge Center 都沒有可能 找到有98%的人支持 今天的中國政府 這是完全正義的 要讓每一個個人在這個社區 在社區 中國 每一個個人在這個社區 都有 出聲的 因為他們可以協助管理自己的社區 這個國家能夠做到安寧 按據樂言 第一個安寧 在美國 就算在學院 學生上課 都有可能被人用手槍殺死 這是不是安寧 中國肯定沒有這件事 另外 在美國 每年有過千人死在警察的槍下 這是不是安寧 得到保護 到今天為止 我相信中國人不用擔心被外強侵略 中國是得到絕對的保護 而相對來說 看來美國 美國目前已經死了 81萬人死在新冠疫情之下 政府對人民又有沒有保護呢 這真是諷刺 而且尷尬 能夠得到最大的發展 中國過去40年 將超過7億人 由貧窮的地方拉出去 貧窮 就算最近2020年 將絕對貧窮人口 也都清零 這個不是對人類最大的發展 是什麼 這是民主主要的過程 我絕對同意 民主是一個過程 是要全程參與的 我們比較之下 我相信中國的民主 遠比 美國所說的民主要大 當然 這個網站 就是 自由亞洲電台 很明顯是一個 是西方的媒體 他們閉上眼 一明一邊說 事實上 他絕對沒有 事實的支撐 但很可惜 一樣可以 出到網站 被老爺留意到 這個是不是很諷刺呢 是